红尘老魔为了谋害亲夫到底有多狠 没想到他竟然派出原因大酋长亲自猎杀白小春 只可惜最后的结果让人意想不到 白小春居然凭借金丹修为反杀血毛大酋长 无论怎么说大酋长也有原因初期修为 结果就这样死在白小春手上 想想还真是不可思议 画面回到半炷香之前 红尘老魔发现白小春已经处于长城外围 于是下令让苍龙七秀立刻剿灭白小春 倘若成功取下白小春手机 那自然会获得翻倍奖励 相对来说这七个家伙的实力还算不错 至少要比一般的杂兵厉害得多 这群家伙冲过去之后就开始疯狂释放火拳 为了应对这一招 白小春直接施展寒气进行抵挡 仅仅只是眨眼的功夫 这七个家伙就被冻成冰雕 抓住机会 白小春直接释放超大号寒门仰念诀 一招就把火热的战场瞬间变成冰天雪地 红尘老魔发现不对劲 于是下令让血毛族大酋长亲自出手 若这样都无法灭杀白小春 那就准备灭族敌罪 血毛大酋长的实力很强 他的实力已经达到原因初期修为 按理来说白小春肯定不是对手 毕竟白小春只有金丹气修为 大酋长冲过来就是一招血毛暴刺 白小春瞬间发现不妙 于是扔出大顶进行抵挡 随后白小春一边战斗一边让所有人撤退 毕竟这家伙的实力太强 稍有不留神就会被当场斩杀 几个回合打完之后 白小春发现自己完全不是对手 想要击杀大酋长的唯一办法 就是利用他的长矛进行反杀 接着白小春拿出血刃 一把刺穿大酋长的手臂 趁着大酋长丢出长矛的瞬间 白小春纵身一跃然后暴剃长矛 这一击的威力果然很猛 长矛竟然把大酋长的眼睛刺瞎一只 可白小春也被大酋长一把抓住 危机关头 妹子竟然带着几个杂兵折返回来帮忙 白小春被救下之后彻底暴怒 接着放出血色铁链将其束缚 由于大酋长的体型太过巨大 一看就适合做靶子 同时白小春让妹子带着大火赶快后撤 等到大家离去之后 白小春决定释放超级大招 一出手就是超级人山爵和寒门仰念爵 可这样还无法干掉大酋长 接着白小春又使出一招水则过度 大酋长吐槽小小水流更不奈合不了他 可他做梦也没想到 他口中所谓的小小水流竟然可以吸干他的鲜血 大酋长就这样带着疑惑和不甘死在白小春手上 眼看大酋长也不是白小春的对手 红尘老魔只能下令暂时撤退 可为了谋害亲夫 红尘老魔在此下令 但凡可以活捉白小春之人 他一定会亲自奖赏 看来红尘老魔下了决心 一定要拿下亲夫白小春的人头